Hello 大家好 今天带来一部2006年的美国惊悚犯罪电影《来电惊魂》 讲述了女高中连续接到骚扰电话 而电话那头的人就藏在她身边的故事 影片开始 一个独自看家的女孩被神秘杀手 残忍杀害 拥有多年办案经验的老警察都无法直视案发现场 警方搜索了整个房子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咱们的女主小美是个青春活泼的女高中生 她因为包电话周超时 欠下了一笔电话费 因此 她的父亲大壮要求她去当保姆补贴这笔花销 小美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得放弃晚上的营火大会 选择去郊外湖畔别墅当临时保姆 因为别墅的主神曼医生 今晚要带着夫人出去应酬 所以就请小美来照看家里两个生病的小孩 看着这奢华的别墅 小美忧郁的心情也稍微好了一点 曼医生夫妇把注意事项交代给小美后就离开了别墅 小美想看会电视 但却用不来高级遥控板 当她百互聊赖之际 客厅的电话响了起来 等她接听的时候 又没人说话 这时偌大的别墅在小美眼里就显得狠心森恐怖了 她只好打电话给闺蜜 聊天抒发心中的恐惧 等小美打完电话 神秘的骚扰电话又来了 电话那头的神秘人不说话 小美又听见屋里传来响动 心里顿时更加害怕 她举着铁锄 在别墅四处探查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接着 她的另一个好友金发妹 突然出现在别墅里 把她吓了一跳 金发妹是顺着没锁的车库门溜进来的 她这次来 是想就上次喝醉 亲小美男友的事道歉 在金发妹的诚恳解释下 小美暂且原谅了她 随后金发妹就准备开车去营火大会 当她一走出别墅 就感觉汗毛乍起 这种阴障感让她只想快点离开 但大门口的一棵树枝却拦住了她的去路 就在她下车移动树枝时 有人袭击了她 别墅里的小美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她接到了来自金发妹的电话 但说话的却是个陌生男人 她打电话给闺蜜求助 但营火大会举办的地方讯号太差 没说两句就断了 她又打给大传和慢一声 却没人接电话 小美只好选择报警 警察却说对方没有辩胁她 他们就没法管 这时小美看见金发妹的汽车还在泛面 就以为是她在恶作剧 但小美再次接到骚扰电话 对方还问她去看过孩子吗 小美虽然害怕 但还是上楼查看孩子 两个感冒的小孩在床上睡得正香 小美刚下楼 电话又打了过来 对方还知道她去看了孩子 小美猛然醒悟 这个男人一定在暗处偷窥她 她连忙拉上客厅的窗帘 然后报警 警察让小美把骚扰电话和自己的地址发给她 她可以用卫星定位骚扰电话的位置 然后小美等骚扰电话再次打来时 按照警察要求拖延时间 但对方很快就挂了 这时小美发现别屋的灯亮了 里面还有人影走动 慢一声之前说自己上大学的儿子住在那里 他有时会不打招呼就回来 小美决定去找她陪自己 一起等警察赶来 等她拿着钥匙和手电 冒着阴风跑到了别屋 但屋子里空不一身 然后她看见别墅二楼的灯亮了 以为是慢一声说的管家还没走 她拿出长跑运动员的速度 又迅速跑回别墅 就在她四处寻找管家时 电话又来了 这次她把通话时间拖延到了60秒 但警察马上打电话警告她 骚扰电话的位置就在她的房子里 小美害怕之时 又在厕所发现了金发妹的尸体 她想跑却放心不下到二楼的孩子 于是她颤颤巍巍地溜到孩子房间 准备带孩子一起跑 但两个孩子却不在床上 小美以为孩子已经遭了毒手 但她随后就在柜子里发现躲起来的孩子 小美带着孩子刚走出房间 就发现病态凶手居然在玻璃房顶上看着自己 她重回房间锁住门 然后和孩子们一起从窗户跳下二楼 她带着孩子躲进了别墅中央的池塘 但她却在池塘里看见了管家的尸体 接着孩子们躲不住 悄悄跑出了池塘 小美也被凶手发现 她靠灵活走飞躲过凶手的魔爪 还把她锁在了池塘里 小美在壁炉里找到两个孩子 但凶手也从池塘脱身 她连忙把孩子送出别墅 自己却被凶手抓住 就在她即将被凶手掐死时 她捡起地上的铁柱 狠狠刺中凶手的手掌 最后警察赶到抓住凶手 救下了小美 根据调查 这个凶手是个犯案十五起的连环杀手 她专门残害独自在家的少女 这次事件也给小美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她一听见电话响 就会尖角发狂 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一个人在家一定要锁好门窗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